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袁冰岩活动生徒被抓拍 29岁的颜值太美了 却意外暴露肤色的秘密 想必大家对于袁冰岩 这位小姐姐非常的熟悉了 大家一定是在流离这部爆款的仙侠剧中 才可以认识到她 袁冰岩不仅演技好 在流离的时候 殷世妍女主的角色被观众们认可 其次就是她的长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袁冰岩无论是武官还是穿搭上 都和当红女演员赵丽颖很是相似 所以网友们也亲切地称呼她为小赵丽颖 不得不说 袁冰岩和赵丽颖确实是在武官的轮廓上有点像 或许美人都是会传染的吧 好久没有现身的袁冰岩近日出席了迪奥的星光派对 不仅是袁冰岩 还有其他的明星也被举办方邀请来参加 一般这类型的活动大多数都是让明星们走红塔 袁冰岩也不例外 说真的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小姐姐的盛世美银了 着实让人期待 这次袁冰岩出席活动和别的女明星不同的是 她身穿着酒红色的吊带裙礼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一头的黑长直绣发选择散落在肩膀上 这样子才显得有点小仙女的模样 29岁颜值犹如19岁的少女 不得不说 袁冰岩的颜值也太美了吧 只需要简单的穿搭 就可以衬托出她的魅力之处 这造型实在是很惊艳 小编都没有见到过袁冰岩如此亮眼的一天 袁冰岩今年已经29岁了 可是在被曝光的生图中 袁冰岩一点也不像29岁 当摄影师把摄像机放进她时 这颜值皆人惊讶 虽然是化妆了 但这脸蛋一点衣系纹和瑕疵都没有看到 迎面而来的是满脸的胶原蛋白 所以说不羡慕是假的 让小编来告诉大家什么 叫做生图的颜值比后期的精修图更加美吧 在出席活动当天袁冰岩穿的这套礼服 裙很显身材 因为在设计腰围的部分上动了一点手脚 收腰的礼服对女孩子的身材是很大的考验 可是穿上袁冰岩的身上简直就是浑然天成 在和主持人互动的时候 大家也注意到的袁冰岩的侧脸生图照 又一个心跳暴击的一天 细看一下这五官的轮廓和线条 可以说是堪称完美的 就像是一幅美人画 在照片里的她容颜楚楚动人 怪不得大家都说袁冰岩和赵丽颖很像 侧脸看的话就更像了 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是娱乐圈的姐妹花迷 这皮肤是涂抹了高光吗 当大家沉迷在袁冰岩的美貌上时 有的网友则是发现了袁冰岩一个秘密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几张图片 袁冰岩的肤色真的是白得好像是雪一般 这是一套吊带裙 所以也暴露了她的肤色 一开始小编觉得她和居静一一样 在身上涂抹了高光才会显得这么白 这娇小的肩膀还自带墨皮和美白的光泽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女明星都是在身上涂抹高光或者是别的美白产品 可是这次出席活动的袁冰岩并没有涂高光 也没有穿显白的肉丝袜 还可以白到这种程度的话 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袁冰岩本身就很白 只是大家之前没有发现罢了 袁冰岩现在的穿搭大多数都是走向时尚和妩媚的路线 这套酒红色的吊带裙就是其一 袁冰岩的官方身高有167 在女明星中算是比较出众的啦 难怪身材这么好 体重和身高都是女孩子的向往 加上红色本来就显白 所以当天出席活动的袁冰岩里更加美丽动人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篇文章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在看了袁冰岩的生涂照之后 还觉得她和赵丽影像吗